早晨祂送了十分鐘 他首先我能敬禮傳承主請 敬离 廖民和尚 敬离 撒迦 正宫上师 敬离 十六世大爸爸王卡玛巴 敬离 徒登大吉上师 敬离 堪称三宝 向今天的同修本尊 正巴朗敬离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诸堂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的贵宾 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秘书长 廖东宗大使夫人 九弟师姐 中华中 中委会会计师 特莉莎师姐 中华中 中委会法律顾问 周慧芳律师 中华中 中委会法律顾问 周慧芳律师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制作人 徐亚琪师姐 乔委会海外信用保证基金会董事长 谢圣华夫人 谢王淑梅师姐 庄金耀医师 高敏璐师兄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大家好 这个 几乎总是这个样子 人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 对某一个地方有一些感情 要离开这里 其实如果西雅图跟台湾 只有三个小时的 这个飞机的那个 三个小时 如果距离只有三个小时的话 倒是不会有这样子的这种现状 会产生出来 因为可以一天也可以来回 或者是很快的 这个很多可以回来 随时都可以回来 西雅图距离台湾毕竟有 飞飞去都差不多要十三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 那飞飞来呢 会比较快一点 十个小时 十一个小时 的时间 一般来讲 我也不知道 能够这样子 每年来回飞几次 飞去飞回来 又是一年 每年每年这样子 来来去去 飞飞去 再飞飞来 飞飞去再飞飞来 总是有很多感伤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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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那人生的事情不是生理就是死 有很多舍不得的事情 平时 总是 很喜欢 那很喜欢开玩笑 总是很快乐 其实有时候 不过 也难免心中有一些 伤心的事 如果讲说完全没有感情 那也就算了 不过毕竟 还是凡乎熟 不能讲没有感情 这个离开大家 每一个熟悉的脸 有时候 也是很伤感 伤感 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 本来 我昨天晚上 思考了一个晚上 不如呢 就在今天晚上宣布 从此以后 这个 归远三年 不在 不在 今 也特别 跟我讲 说 不要这样子 哦 他有讲说 啊 时间还没有到 刚刚我上了法座 我又跟姚之金母提出来 好了 因为 因为 因为把什么事情都放下 可能 将来的日子 会比较好过 好过一些 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放下 那会 日子会好过一些 在法座上 我也跟姚之金母 讲了 但是姚之金母 也是讲 说 不可以 时间还没有到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事情都是给你一个节目,一个节目都是拍好的,都是拍好的 你如果在江湖上,在社会上,在宗教上,在红法上 这样子继续走下去 还是全部要放下,这个当然有一个衡量 我想总有一天也是一样的 不是生理就是识别 不是生理就是识别,是一定的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晚一点放下 也是放下 早一点放下,也是放下 你要过一个清闲般的生活 像闲淫一样,像野鹤一样 你是可以的 只要你自己决定,佛菩萨也说 本尊也说可以,那我就全部放下 他说我真的是有心把所有的都停掉了 那师母本身来讲起来,那他更容易 他比我更容易 他可以全部放下 那我也可以全部放下 是刚刚又请示了一次 他说,时间还没有到 今天我们是修房财神本尊法 那刚才也不用再介绍了 因为大家都很熟 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那谈一谈自己的这个 这个人生的这个感触也是蛮好的 那师尊呢,本身来讲起来也是 是很有感情的,不是没有 平时嘻嘻哈哈的跟大家开玩笑 其实内心一样的深藏的很深厚的感情 是让节悟有情 是让节悟有情 师尊也是本身来讲,也算是一个开悟者 你既然开悟了,你应该看透这世间的一切 为什么你还会有伤痛 为什么你还会有流泪 这就是一种人生的一种接受 人生的一种接受 一种感觉 一种接受 跟熟悉的面孔分开 当然心理上会有接受 那么在这里 大家彼此之间生活了 相近的半年的时光 每一张脸 师尊都是很熟悉的 那师尊也讲了一句话 将来师尊走的时候 你们会看不见我 但是呢 像这样子的 非常有感情的一种 一个师父 他一进天天念挂着自己的弟子 像大家有困难的时候 师尊一定会来帮助大家 因为师尊的试验是 不舍一个众生 师尊总是 思念着心中的点点滴滴的过去 我对于老的同学 自己的同学 那么自己相处过的同事 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弟子 始终都是怀着一种 同样都是佛 同样都是心跟心相恋的 所以师尊他本身 我不想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因为那个是生文圣 修行人的基本 就是不可以去伤害任何人 不可以去伤害任何一个众生 尽自己微薄的力量 去救度众生 而不是伤害众生 不去伤害众生 就是生文圣 就是阿罗汉 再去救度所有的众生 尽全力去救度所有的众生 就是菩萨 所以阿罗汉 跟菩萨很容易分别 阿罗汉 就是他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 菩萨 就是 完全的 潜心潜意的 连生命都可以舍去的 去帮助众生 这就是菩萨 那么最高的佛是什么样子的境界呢 他可以讲 他完全是一种正等正觉 正等正觉 那个比菩萨 那个比菩萨更高的 比菩萨更高的 他了解到世间跟人世间 一切有情世界 无情世界 整个宇宙的实相 这个才称为正等正觉 同时呢 他可以不用再受轮回 像四圣道 这个 声闻 圆觉 菩萨 佛 都已经是 他已经是解脱的境界 跟菩提的境界 不必再受六道轮回 那我们修行主要的 目的 也就是说 能够离开六道轮回 往生到四圣界 那么将来呢 也可以因为慈悲众生 再来度化众生 那师尊如果是说 有欠周历的地方 或者是说 没有帮到众生的地方 没有帮到大家的地方 请大家这个谅解 因为师尊的能力 毕竟不是全能 所以佛本身也有所谓的三不能 佛本身也有所谓的三不能 师尊也不是全能 师尊也不是全能 当然是尽力 祈求本尊 跟父法 祈求自己的上司 那么加持大家 令大家都能够 这个吉祥 都能够如愿 都能够很顺利 这个身体健康 长寿自在 那大家在精进的修行当中 都有成就 这是 我这个 我们是十五号晚上 十六号早上 清晨的那个班级飞回台湾 那跟大家这个 say goodbye 祝福大家一切一切顺利 大家也祝福师尊 这个健康自在 那宏华顺利 刚刚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师尊没有照顾到好的 你们 师尊向你们些说呢 这个很抱歉 师尊没有办法尽到全力去帮助你们 这是师尊对大家亏欠的地方 这个请大家原谅 我今天是要讲这个 大圆满的这个 火部 火部 大圆满的火部 这个 前面讲了这些感言 再来讲大圆满火部 好像是接不上来 突然间 讲了那么多伤感的话 突然间要讲大 还要红火 好像接不上来 接不上来 不过 你们就随便听听吧 哈哈哈 师尊喜欢讲下话 先讲下话好了 有几位老师呢 坐在一起交流 有一个老师说 我有个学生啊 每次都在班上 都是倒数第一名 倒数第一名 那么 毕业典礼的时候啊 这个老师给他的评语 就写给他 成绩一直很稳定 成绩一直很稳定 他每次都是倒数第一名 所以成绩还是蛮稳定的 另一个说呢 我有一个女学生 男朋友已经换了好几个 这个老师给他的评语是 善于宜人相处 善于宜人相处 这个老师的心地就是很好的 师尊的心地其实也不错 也不错 我属于这样子的老师 师尊的心地还是可以的 总是为别人想 不为自己想 有时候想想 反而是自己错误比较多 别人是对的 师尊反而是错误 这个师尊有错 你们不要学 学师尊对的就好 那么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回来的时候看到大家 每一个人修行的时候 每一个人修行的时候 都很有进步 每一个人都是一肌棒 一肌棒 大家将来都是一肌棒 那大圆满火部 他主要是这样子 他说我们人的身体有佛 有这个佛在里面 那么这个佛本身就是一个温度 就是一种温度 温度就是佛 在密教里面修佛 他有我们有修着佛 着佛像现在这个 天气这么冷 那这边在吹电风上 这边在吹冷气 那我坐在中间 这边是电风 这边是冷气 好像鼻涕要流出来 其实不是啦 是因为刚刚洗眼睛 刚刚洗了眼睛 眼睛出汗 眼睛出汗 所以他会 这个 一把我们常常讲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就是这个现象 不是真的流鼻水 不是 我们身体有温度 就是佛 那么我们有着佛法 着佛法 就是把你的佛 变成集中 那么这个大圆满的火部 是这样子的 当你的佛 全部集中 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让火 燃烧到整个全身 然后再聚集起来 成为一个火的 红色的光点 可以进入你的顶峰 到了眉心 到了猴 到了心 到了心 到了寄 到了秘 到了秘轮 也就是通过中脉 你经过好几道的五轮 跟七轮到了海底轮 加上了顶轮跟海底轮 就是七轮 不然普通都是讲五轮 眉心 喉 心 记 密轮 那是中脉 这个中脉 那这个佛呢 从中脉下去 进到了底 又上来 又下去 又上来 又下去 又上来 这主要的原因是在通中脉 这个密教的内法里面 大圆满法里面 提到的佛 这个火部 也就是你用观想的方法 把前身的佛集中在顶 然后从顶翘到眉心 到猴到心到记到生子轮 密轮这样子的整个人 来来回回的走 这个是属于火部 那么它有诀窍的 有诀窍的 大圆满法里面 如果不讲诀窍 大家不知道 因为在通过眉心轮的时候 你必须要点太阳蟹 点住太阳蟹 压住太阳蟹 那么它的佛 就会顺流而下到猴 到了佛一直到猴的时候 你要点哄磁蟹 哄磁蟹 在后面 两耳的后方 有两条血脉的旁边 有哄磁蟹 是要点的 一点 它这个佛 就通过了猴轮 然后再往下呢 到了心轮的时候 你自己要点七磁蟹 七磁蟹在锁碗上 在锁碗上 锁碗上有七磁蟹 要点这主要这三个蟹道 每一个点都要按上两分钟 两分钟 很容易通这个中蟹 这个就是口诀 一般人不懂的口诀 它会 当那个热 从顶上下来的时候 在通中蟹的时候 会有障碍 你懂得 把这个口诀太阳蟹按两分钟 这个哄磁蟹按两分钟 到了这个心轮的时候 按这个七磁蟹 两分钟 他就能够很顺畅的 这个佛就可以 一直下道 这个是最重要的口诀 很多事情都是一个口诀而已 这个有一个笑话 丈夫出差回来 这个妻子就问 这么久才回来 在外面想我吗 丈夫回答 怎能不想啊 出差一个月 整整三十天 天天都在想 这个妻子一听就跳了起来 好啊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 上个月是三十一天 给我讲 还有一天你在想谁 哇 这个妻子是很厉害的 妻子很厉害 师尊想什么呢 师尊在想 想谁啊 不告诉你 因为想谁 我如果讲说我想谁啊 一定会被 那个没有想的 那个一定会骂我 所以不讲 大家以为师尊都是在想他 这是聪明的 聪明的 我们是靠想念 有时候是靠想念在过日子 修密教用的是念头 用想念的 但想念也有诀窍 就是口诀 刚刚讲的这个通中脉就是口诀 你要想念前身都是佛 像师尊在做护魔的时候 有想念啊 想念前面的佛在烧 我进到佛里面 本尊进到佛里面 佛 师尊 跟这个本尊 一起结合在一起 全身都是佛 这个时候这个佛呢 可以燃烧起来 把自己身体的各个细胞全部燃烧 这个燃烧的就等于全部清净 那么最主要最重要最要清净的 先把中脉给偷了 就是清净 再由佛呢 像四面八方燃烧 四面八方燃烧 中脉只要一通了 一清净了 它就会产生光光明出来 那你呢 当时呢 你这个中脉通呢 再把佛往外面燃 每一个细胞都燃烧了 它就像佛菩萨一样 它后面有一个背光 叫无量光 无量清净光明 都会产生出来 头上有顶光 背后有背光 前身的毛细孔有无量光 那个在你的脚底下有莲花光 有莲哈拉光 修佛部 到了成就的时候啊 你的身体会透出光明出来 那佛菩萨会看到你身上有光 这个 就是等于是说 所有的鬼神 看到你身上有光 今天是昨天晚上吧 那师尊就跟师母讲 这几天 我们家里的鬼啊 都在打包 家里的鬼都在打包 我跟师母讲呢 对不对 对啊 我说那 本来住在我家半年的鬼 他们都在打包 打包了做什么呢 因为师尊一走 他们就跟着就离开 就走了 房子里面就没有人 那鬼呢 留在那里没意思啊 没有 再也没有人施死给他们 施甘露给他们 所以他 这几天 鬼已经走了 一批一批一批的走了 一批一批的走了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今天早上起床 一下来一看 原来积满的鬼 已经稀稀碌碌 这个稀稀落落 稀稀落落 比较少 再过几天 就全部都走光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整理行李 打包啊 整理行李 大家都要搬走了 那我跟鬼相处这么段时间 他们是看到我 师尊也感应到他们的存在 那些阿飘啊 大家也感应到存在 我只要在走路 他从前面过来 他就 哎呀一声 然后就创墙 从墙壁穿过去 这样子 那墙壁会产生一种声音 就 一声 他一看见我走过来 他抖到墙壁里面 抖到哪里 他就散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师尊的光 因为他看到师尊的光 有两个地方他们很喜欢 藏在那里 第一个就是抛得论 这个客人用的厕所 他喜欢抖进那里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吧台 家里的吧台我很少去那里走 很少走路 大部分都走中间这一条走道 没有拐过进吧台 那么吧台那里 也有很多 偶然走进去就 叮叮叮叮 这个样子 一个冰箱也在叮 那个 酒瓶放酒柜的地方也在叮 就是 他们喜欢抖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是最多 那我的厕所就很少 他们很少躲在我的厕所 只是我睡觉的时候 半夜起来 有几支是躲在我厕所 有几支啦 整个 有几支是躲在厕所的 然后我只要半夜起来 上一个一号 他们也是闪得很快 叮叮叮叮叮 有时候我不小心下床的时候 他们没有注意到我 一脚就踩到他们 我就卡阴了 师尊就卡阴 但师尊卡阴不怕 因为 这个就是叫做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冲煞 师尊常常跟你讲 哎呀你冲煥了 为什么叫做冲煥呢 就是你自己 本身 你没有看到他 你从他的身体穿过去 那你就冲煥了 你是冲煥东方的吗 就是往东方的送 冲到西方的就往西方送 冲到南方的你就有南方送 冲到北方的就往北方送 把他送走你就不会卡阴 所以师尊有教大家 如何送的方法 这个有时候送这些鬼 你如果是你要懂得冲煥的是东方的 南方的北方的西方的 你去找如果有土地公庙 像台湾有土地公庙 你冲到东方的你找东方的土地公庙 跟他跟土地公讲 然后把金画给他 这些有些金是给土地公 一些有些金是给冲煥的 那么在除日 除去你身上的卡阴的 除日的午后 午后 气烧 都会有感应的 有时候冲煥是 有 现在也是叫大家一个法 你冲煥了 不知道是冲煥 师尊不在 不知道是冲煥东方 南方西方北方 怎么办 你到姚石金母面前 跟姚石金母讲 我到底冲煥是哪一个方 你这 宝贝一下 他跟你讲哪一方 你就到哪一方去烧个金 或者说我烧金要烧在第几炉 第一炉 第二炉 第三炉 第四炉 第五炉 你充患的时候会 这个病因啊 有一些充患的是属于鬼神病 不是一般的疾病 鬼神病的话 告诉大家 你头痛烧第一炉 脖子 脖子痛烧第二炉 啊 这个心胸这边 胃肠 胃这边 烧第三炉 肠子 跟这个 密轮这一方面 烧第四炉 上面的脚部 脚酸烧第五炉 脚酸烧第五炉 下面的脚烧第六炉 就是 从头六个炉是这样子讲的 你到底哪里辛苦 烧哪里 这基本上是这样子啦 还有比较特别的 啊 师尊告诉你 烧第五炉 因为那一个炉 代表东方 那一个炉 代表西方 那一个炉 代表北方 啊 东南西北 啊 中央都有 都有的 你如果懂得这样子的话 或者你住家 在你家里 你的住家 你充患了 姚慈金母拔杯 跟你讲是东方的 就是你住家 你住家 面向东方 把一些纸巾跟祭品 拜一拜 把它送走 在午后 午后送走比较好 在除日送走更好 平常的日子也可以 平常的日子 但是 如果按照这个可觉的话 那在除日最好 就除掉你身上的卡因 除掉你身上的疾病 是这样子做的 是这样子做的 这就是一个法 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一个法 所以西藏的藏医啊 他是这样子讲的 那藏医师啊 那个 不是 啊 那个当医生的 西藏的医师 西藏的医师 他叫你吃这个药 叫你半夜三点吃 你就按照规矩半夜三点吃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在半夜三点 或者是在中午的时候 或者是在哪一个时候 你吃他那个藏药 什么原因在哪里 就是你的气走到哪里 你的血气 应该那个时候到哪里的时候 你那里有病 他这一个药下去 就是通那个地方 他才会叫你说 几点 你几点的时候吃这个药 那么在西方国家 没有说 叫你几点吃那个药了 他不会有这种说法 半夜起来 还要三 固定三点吃药 那是藏医 西藏的医生 是这样子讲 所以密教也有这一种方法 就是说 你知道这个佛 到了头 你就按太阳蟹 按太阳蟹两分钟 让这个佛 能够通你的 这一段的 这一段的脉 然后 哄磁蟹 通喉仑的脉 然后 到了心悸以下 就在锁 这个七磁蟹 你不懂的蟹道在哪里 问一下中医师 他会告诉你 这个就是口诀 那么这个佛啊 是纯正很正的佛 下来才可以这样子 你如果你修出来是杂佛 佛有好多种 告诉大家 有的是义佛 义妄的佛 我们产生义佛浑身 你义妄产生出来 它就产生这个义佛出来 那义佛是属于不是清凉佛 属于你另外一种的杂佛 比较复杂的那种杂佛 另外呢 还有所谓的 陈佛 贪陈之的这个陈 陈佛 就是发怒的时候佛 发怒的时候这个佛不好的 不是好的佛 你要观察你自己 你是不是义佛生上来 义佛生上来 那你就要用干露 冰凉的干露 去给它清净掉 尤其我们修行人 不管是男的你的 在家居士也是一样 都会有义佛产生出来 人有七情六义 那是不可免 义佛产生出来的时候 你用清凉的干露 去把你这个义佛给它洗掉 这个沉佛出来了 那更不得了 那是怒佛 生气的佛 你看一个人好好的 听了一句话 马上 很愤怒 非常愤怒的那种形象就出来 面红 红的发指 这个到最后 中红就完蛋了 怎么那么快啊 因为它的成佛 非常的强烈 你不要小看这个成佛 或者杂佛 你不要小看他 你只要去蹲马桶 你便秘 便秘啊 你就 坐在那里 你要用力啊 要挤他 把他挤出来 嗯 嗯 这面孔就 开始红了 面孔会不会红 会啊 那时候火就上来了 血压高的人 要很小心 因为那时候血压就增高了 一直在增高 一直在飙高 飙 中风 你就坐莲花往生 那就是坐莲往生 成佛是很厉害的 所以大家避免成佛 因为叫做火烧功得灵 你一生气 马上火就上来 这时候啊 嘴巴也会乱骂乱讲 什么对的错的 全部通通都讲乱骂 三日经啊 反正那个天公也把他骂了 天公 马祖啊 上帝啊 全部都骂了 不能得罪鬼神 有一种东西最不能够得罪 鬼神最不能得罪 你不相信 你打牌的 打 佛列妈奖 佛列妈奖在家里打牌 你打牌 你整排鬼啊 那排鬼 老是让我输啊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那一天不要想赢 一直输 不能够得罪鬼神 不能够得罪鬼神 你一尘火一烧 你这个 脑筋就糊涂了 什么话你都敢讲都敢骂 那么 你就得罪了 功德也没有了 火就是要火烧功德灵 所以怒火一上身 你要观察自己身上的佛 不能让义火上身 不能让陈佛也上身 贪陈 那个陈佛也上身 那怒火不能让他起来 那怒火不能让他起来 另外还有邪火 邪的火 邪火 邪火一起来更糟糕 那都是要到精神医院 就要到精神医院 另外呢 照佛也不行 照佛你会变得 照义症 照佛就是照义症 照义症是什么样子 找东西 那个照佛就起来 那是照佛 照佛已经起来 会表现这种现象 甚至在房子里面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这边走东走西 走东走西 走东走西 那嘴巴乱练了 那个就是照佛 这四种佛 多不能够有 你观察自己的心 让他保持一种清凉 保成一种清凉 你修了这个清凉心出来 就会形成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正佛 很正当的佛 然后你通脉 脉通了 再把这个佛 向你的所有毛细孔 所有的脉 中脉 从中脉通以后 再向四周发展 到了所有的毛细孔 所有的细胞 通通都有佛 然后产生 头光 背光 无量光 莲花光 那时候你就修持 就有成就 就有光 出来 那么有些人就问我 这个佛 这个佛 就着佛法 师尊已经跟大家讲解了 什么是着佛 着佛的法 水也跟大家讲 就是水怎么样子下降 佛怎么样子上升 这是讲的是正佛 而不是杂佛 不是造佛 不是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做禅定的时候 一定要清凉佛 很清凉的心 清凉的佛 呼吸非常的均匀 这个吐纳 都很正常 很均匀 这样子的吐纳 这个念头 几乎快要停止了 就快要没有念头 你才能够入禅定 你入了禅定 才能够产生智慧 你如果佛能够进入你的中脉 就表示他已经是智慧的佛 是智慧的佛 入了中脉的气 就是智慧气 入了中脉的佛 就是智慧佛 入了中脉的明点 他本身就是清净 所以在密教的修行大圆满里面 他本身讲佛 地 水 佛 风 都是有用处的 都有他的用处存在 那 这个佛你们会想说 那佛从哪里来呢 就是你的温度 那么温度 如何让他变成 能够进入中脉呢 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 你着火法的基础 先修着火法的基础 它就产生温度 那温度到了前身的时候 再把 像你做附魔 把自己观想进入佛里面 那么跟本尊再合一 再产生那一种光点 在你的顶峭 再从顶峭下去 再上来 再下去上来 下去上来 其实 这也就是 这个修火部 火光三昧的方法 当你前身都是佛的时候 都是 这个佛本身便不是很热 或者怎么样 不会把你烧的 不会把你烧的这个 好像说全身都热 都好像发烧一样 不是 而是你感觉到有佛 有温度 但是它还是清凉的 在这一种的禅定 就叫做佛光三昧 你能够进入禅定 佛的定里面 就叫做佛光三昧 这个在佛教里面 是有提到 有水光三昧跟火光三昧 有人进入禅定 他这个神行就到海里面 看到鱼啊 在他身体里面游来游去游来游去 然后他出了定以后 发觉还有鱼在里面 他还要再进入定中 再把鱼再放出来 再把鱼放出来 火光三昧比较没有这个现象 但是他那个火光三昧 真正要入灭的时候啊 他引起三昧真佛 你由丹田的地方引起三昧真佛 像真佛在燃烧一样 把你的细胞全都烧成灰 你的人还坐在那里 其实你的佛性已经到了佛国 那么所有的那些 身体还在 但是你只要一碰 他整个就变成细沙这样子 就是剩下一堆飞 一堆沙一样的 这些火光三昧定 当中的 所谓的得到才有这种现象 在虚云老而上的传记里面 有一个种菜的 在田谱里面的 他们种菜的叫菜头 这个 在厨房的叫做火头 一个菜头的一个和尚 平时修 修这个火部 修到最后他全身燃火 大家看到 怎么菜圆有火光 追过去看 原来他入了火光三昧 火熄掉以后 大家去摸他的身体 那个虚云老而上说 不用 不要摸 不要摸 不要去触他 因为一碰他 他就会变成细沙 整个就消失掉 这个虚云老而上也有记载到这件事情 那是入火光三昧定 然后延极的一个高升 所以修行有修到这样子的程度 这个都是非常难得的 也是很真实的 这是大言满佛部的修行 那么你必须要用念头 在你顶上有一个圆圈的红色花热的光 可以想像他的大小 像米粒一样就可以 越细越好 像米粒一样 可以进到里面 你们在这个做附魔 如果自己有在做附魔 观想自己在佛里面 那全身也会热起来 那全身也会热起来 都是用念头的力量 让佛产生热跟光跟力量 好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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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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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